LITTLE BOX 西游记 八十七 三个年轻女人 师徒四人走在一个树林中 这条路穿过树林 真好啊 唐僧说 今天早上太阳很热 雾镜点了点头 走在树荫下 真好 悟空警惕地看着四周 他知道树林总是充满危险 突然 八戒摔倒在地上 他爬起来 揉了揉鼻子 我没事 他说 我是被石头绊倒的 很快 师徒四人走到了一面墙边 在墙的后面 他们看到了一座房子的屋顶 前面是大门 我很好奇 什么人住在这里 悟静说 悟空说 我听见了笑声 悟空向墙里面偷看 三个年轻女人在一边笑 一边踢球 我看到了三个年轻女人 悟空说 我们向她们要点食物吃吧 悟静说 好主意 八戒说 我跟他们说 八戒朝大门方向走去 八戒 你在这儿等着 唐僧说 他看看徒弟们 我去跟那几个女人说 你们三个会吓到他们的 会吓到他们 八戒重复了一遍 是的 唐僧说 不管怎样 八戒 你是体格大 会说话的猪 悟静 你个头大 是紫色的 悟空 你有时很吓人 悟空耸了耸肩 悟静点了点头 好吧 八戒生气地说 唐僧打开大门 走了进去 他走向三个女人 看那边 一个女人说 来客人了 是个和尚 另一个女人说 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第三个女人问 你们好 唐僧说 你们能分点食物给我和我的徒弟们吗 三个女人笑了 我们当然可以分食物给你们了 第一个女人说 我们有很多食物 第二个女人说 请到我们家里面去吧 第三个女人说 三个年轻女人把唐僧拉进了家里 唐僧看了一下屋里 大吃一惊 屋里又暗又黑 所有东西上都是灰 墙上挂着蜘蛛网 告诉我们和尚 一个女人说 今天为什么经过我们的树林 唐僧不安地看了看四周 我 我要去西天 原来是唐僧啊 三个女人都尖叫起来 唐僧后退了一步 你们听说过我吗 当然了 一个女人说 三个女人都把手放到脑后 她们抽出长蜘蛛丝 开始飞快地朝唐僧移动 师父怎么这么久也不回来呢 悟空问 唐僧的徒弟们在外面路上等着 师父可能在那房子里享受美食呢 八戒说 而我们却在这外面饿肚子 师父不会那样做的 八戒 悟静说 悟空看起来很担心 我们最好看看师父怎么了 如果有食物 我想去那里 八戒说 我也和你一起去 他们俩走向大门 当他们看到房子时 大吃一惊 房子被蜘蛛丝盖上了 八戒大喊 悟空用脚 踢开了大门 他们朝房子跑去 悟空敲门 开门 门猛地打开了 三个女人冲出来 朝悟空和八戒 顺年蜘蛛丝 八戒挥舞起钉耙 蜘蛛丝缠住了钉耙 很快 钉耙粘到了八戒的脑袋上 八戒转身 想逃跑 可是 更多的蜘蛛丝 朝他飞过来 蜘蛛丝缠住了八戒的双腿 他摔倒在地 八戒 鱿沢 快祝他的 郎